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民党立委苏喜 在2007年10月19日 在立法院爆料 说收到来自民进党内部的可靠消息 台湾的陈水扁总统 曾经下令中科院研发核武器 同时国安会也邀请 某核武大国的前国防部长 和科学人员来台湾 行政院长张俊雄激励否认 而陈水扁听到之后 第二天也以激动的语调回应 儿子单独生做营业病我也不知道啊 我做三军通帅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谁知道他知道 奇怪嘞 台湾没有核弹 我们也没有发展这个核弹 全部都是他杜撰出来的 为言耸听 事件摇扬接近一个星期之后 随属台湾军方管核的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龚家静 在出席立法院一场质询会议的时候 被传媒问及有关中科院研究核武的问题 为什么台湾会突然传出发展核武的留言呢 准管官员此后否认 而爆料的立委苏喜 也不愿意多解释消息的来源 但是台湾到底有没有发展核武器 还是成为一个新闻话题 如果你说从战略上也好 从两岸的现况来说 当然有必要 也有这个可能性 北韩因为他开始发展核武 他开始有核武的工具 所以北韩 他的问题会引起日本 引起北京 引起华府的重视 他还可以某种程度勒索华府 所以民进党将来要推动台湾独立的话 这方面他们当然继续研究 事实上 长期以来外界都推测 台湾对发展核武仍然未死心 而且国防部之前曾经向外界证实 台湾已经拥有主动攻击对岸的武器 是洪峰2E巡航导弹 洪峰系列本来是反舰导弹 但是台湾在研制反舰导弹的仿指下 研制出超越防守范围的巡航导弹 那么他私底下 有没有研制杀伤力更大的核弹呢 其实在中国最早想发展核子武器的 并不是毛泽东 而是跟他斗了几十年的死对头 蒋介石 1945年 刚刚到中美联合参谋部就任 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毅德迈 在一次跟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 余大为交谈的时候 透露 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 余大为将这个情况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就心动 下令秘密筹划 这一个重大的国防科技计划 并且选派优秀的青年去美国那里考察学习 美国为了垄断这一个高山技术领域 对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予以技术封锁 更不会在这方面给中国实质性的帮助 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 政治局势上不明朗 这个计划注定只能镜花水月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 但是国共两党仍然在交战状态 到了1955年的春天台海局势紧张 一缸山岛血战 大尘劳逆手 美国为了阻止解放军攻台 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的核配备 事实上大陆并不是在1955年 才开始受到美国的核武威吓 早在韩战期间 伤亡惨重的美军 对使用核武器的要求十分强烈 而美方也认为就是靠核威胁 最后终于可以阻止自愿军越过三百先 而更加直接的威嚇就是在1958年 金门炮战前后 美军第七艦队在台海巡浪 空军各个战术联队进驻台南等地方 海空两军都配备了核弹头 大陆的核武建设 的确是被敌对大国的核威胁逼出来的 敌对大国先有美国 后有苏联 根据中苏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苏联应该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的样品 和技术给中国 但是克鲁晓夫就说 要和中国建立联合艦队 他的战略目的 其实就是要想控制中国军队 毛泽东拒绝沦为东欧式的卫星国 中苏在六十年代反目承受 无论是之前的历史 还是往后的发展都证明 如果中共将他们的党 或者国家的命运 完全交在所谓的老大哥 即是苏联人的手上 其实是靠不住的 因此苏联所提供的一个核保护傘 是不足以为毛泽东等人 去提供一个安全感的 当时的中共的军队 就在这个冷战的大气候底下 或者可以说是受到一个苏联作战的思想所影响 都会认为未来的战争 都会是一种大规模的核大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中国作为一个无核国家 面对美国等的核武国家 基本上就不在同一个平台上作战 令到毛泽东等人就会认为 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拥有 中国自己的核武 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6年10月27日 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试爆成功 1967年6月17日 第一枚轻弹试爆成功 短短三年内 中国不但完成了 由原子弹到轻弹的试制历程 还初步将核弹武器化 当然我们知道 在中国在核武器方面 取得很大成就的五、六十年代 基本上中国都是由大跃进 过渡到文革初期 这一段可以说中国非常困难的时间 唯独是在核武器 或者是相关再具的研制方面 他们受到当时中国的政治 和经济动荡的影响是非常之有限 比如在经济上、人事上、体制上的冲击 非常之有限 但是在核武器方面 基本上没有太多这些困难 所以我会觉得 陈毅外长所说的 凌要核子、不要库子 应该不是开玩笑 当时的确投入的资源 也不算十分少 大陆成功试爆原子弹之后 蒋介石抑下令台湾 研究发展核武 但是这个举动得不到 有国际声誉的科学顾问 不带游的认同 最后 蒋介石只是决定成立中科院 并终止核武发展计划 但是中科院在蒋介石的主导下 还是走上了发展核武的道路 不过 最不希望台湾拥有核武器的 并非是大陆 而是美国 其实不单是在台湾 其实在冷战的初期 美国在韩国、南韩 其实也有禁制他们去使用核武 主要原因就是 例如面对 无论是朴正乞 还是蒋介石 这些可以说是极右的 极其保守和反共的人士 其实美国都不保证自己 可以100%控制他们 以他们的经济和科技实力 一旦有核武的话 其实美国都很难去掌握他们 我想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美国长期都不希望台湾拥有核武 对 对 唔 写 正 boleh